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了两次状况 那前一次台积电也是化险为宜 那今天这一次我们看到台积电 等于是直接再打回来测试一次 220元这个整数关卡的支撑 今天最低点是见到222元 那其实不管台积电 有没有发生突发的利空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提到 在近期连续两个交易日 台积电都出现了跳空的多方缺口 那这个以大型股来说 尤其是台积电股本是高达2590亿 你要让它出现一个缺口就已经不简单了 更何况是连续两天 两个跳空往上的缺口 所以短线上面台积电涨得有点太快了 上面又有年限的压力 所以在昨天节目我提到 我认为在过年之前台积电不容易再涨了 230块很难突破 或许你会认为说刚好有利空 所以今天跌下来 事实上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这个利空 台积电大概年前这一波就是涨到这里 那至于说今天既然跌下来了 那我们反倒从下跌过后的角度 来重新检视讨论一下 那我说过 借今天的利空刚好回来测220 220在这里 这是前一波的平台区 那也是这一根KK棒的第一点 第一点打下去是压力 压力突破之后便支撑 所以台积电今天在利空当中 守住支撑 我认为年后它还是会稳住 然后再慢慢的重新再往上攻 所以目前来说 以退为进 以守代攻 那当然台积电是这样走 大盘大概接下来走势 89也不离时 所以虽然今天大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跌 但这不是坏事 就像我在昨天节目里提到 我宁愿过年前指数涨慢一点 那把空间留给年后 再来好好发挥 如果以现在的台股 整个短中长线到底要怎么来定调 我的看法其实就是 中期反弹还没结束 长线展完之后必会再杀 今天可能我的节目里面最重要就这两句话了 各位要好好把它斟酌听清楚 我对台股的后市看法 完全公正客观 我的真心话就是要告诉各位 中期反弹还没结束 长线展完会再杀 那怎么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年线 是盖头反压 第二条是半年线 也是盖头压力 那这两条线 就会是台股这一波中期反弹的目标 我认为最有可能过年后慢慢涨 可能涨到第一季底 甚或涨到第二季 目标就是年线 所以涨得越慢越好 因为我觉得台股要过年线 这几率不高 就算过年线 它百分之百是麦田 所以与其你都知道目标在那里 是不是涨越慢越好 因为涨得快 比如说涨一个礼拜就到年线 行情就结束了 那巴不得最好涨三个月 涨六个月慢慢涨 但这是期望 我只能说 所以涨得快没有什么好事 你不需要期待说什么台股一天涨个100点 200点 那行情一下就结束了 目标就是年线 涨越慢越好 那再往下看到呢 季线刚翻扬 月线持续往上 月线季线呢 即将黄金交叉 所以中期仍然呢持续反弹 目标就是年线 元月以来外资买 投信买 两大法人都做多 所以呢至少你可以确保 年后行情不会这么快结束 法人都上车了 头都洗一半了 不冲水冲干净 行吗 是不是 所以至少维持到第一季季底 法人要拼绩效要做这样 那为什么法人敢买 特别是外资敢买 原因就在于 第一个 月底中美贸易谈判 出动了双方的高层 应该呢 在释出善意之后 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至少不会更坏了嘛 最差就是这样子 那有谈总是有进步 第二个 美国先前陷入政府关门的危机 终于呢 这一出闹剧 暂时告一段落 虽然呢 至少在预期之中 不过呢 至少前面所讲的这两大 来自于美国 或者说国际面的变数 在春节期间 不会有什么 更新更恐怖的黑天鹅跑出来 所以春节期间 应该国际的股市 金融局面 能够呢 维持比较稳定的状态 更何况呢 目前美国 正在呢 公布财报 本周呢 可以算是呢 超级的财报周 预计有128家公司 要公布财报 多数能够优于预期 其中包含重量级的苹果 还有呢 科技大厂龙头的 亚马逊 微软 脸书 高通 这些呢 也都会牵动台湾的科技股 那所以我认为 这边来讲 国际能够稳住的话 台股呢 虽然有11天的假期 但是呢 不至于出现太动荡的情形 所以法人赶进来买 那最后我们看 融资 或许呢 各位已经好久 没有来注意融资了 的确啦 因为呢 融资实在呢 没有什么变化 融资现在水位 也不过 大概1200亿 我们看到从去年呢 11000点 10月这边跌下来 再到呢 9400反弹呢 又回到1万点 整个融资 是持续的减少 所以呢 整个反弹的过程 融资完全几乎都没有进场 所以现在的散户呢 不相信行情会涨 尤其到了最近 散户的心态呢 是已经在提早准备过年 害怕变数 那我们知道 在股票市场当中 一个永远不变的定例 市场会赢的总是少数 那长期下来 多数人是输家 虽然这个结果 很残忍 我们不愿意接受 但是呢 这是事实 所以在股市当中 说真的 要对抗的 最困难的是人性 是自己的人性 而不是市场的波动 市场的波动 可以分析 市场的波动 你是可以呢 去透过各种策略来应对的 可是呢 人性是难对抗的 从去年 台股呢 创立时的次高 再从去年发生股灾 股价呢 打折 打七折 打六折 打对折 变便宜 再到反弹了六百点 这一切一切的过程 融资是持续一路往下 基本上都没有增加过 那代表呢 散户涨 也不敢买 跌 更不敢买 快过年了 也不敢买 所以呢 现在 我要跟各位讲说 你可以在明天 最后一天 跟着威仁老师 来买一些好股票 报股过年 等着年后来发酵 我相信呢 大多数人听到这边 就在笑我了 老师 人家好多分析师都说 不要报股过年 人家很多老师呢 都说要卖股票 那只有你还在叫 我们家买股票 如果你要这样指责我 我没有意见 因为这个市场是开放的 每一个人可以有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想法 但是 我只希望你们 客观的想一想 多数人的想法跟做法 会是对的 还是错的 如果说很多人都告诉你 过年前 都要买股票 那或许你真的应该要减码 要小心一点 就如同前两天我告诉你 如果指数攻这么快 一下来万点 那我也要来卖一点股票 但是呢 今天跌下来了 我觉得呢 这反而是好现象 因为呢 每一次每一次的下跌 它就像是一个自然的市场机制 像个滤网一样 你可以看出哪些股票 它今天没有飙 没有涨 可是它在为过年 甚至为明天就在做准备 可以看出哪些股票 是抗跌的 是有呢 想要往上攻击的欲望 所以呢 我认为 不是不能报股票 这个不是一个二分法的问题 可不可以报股票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是你要报什么股票 所以我也不是呢 一厢情愿盲目的呢 请各位买股票来报股过年 而是呢 告诉你 有一些股票你真的该卖 但是卖掉的钱 你不要让它躺着生锈 资金放在银行躺着生锈 那个就是现在市场的氛围 所以融资水位那么低 你应该趁着大家不想买 不敢买的时候 去买进一些有把握的股票 这些股票 早涨晚涨都会涨 何必等到年后来买 因为年后大家一看 过完年了 相安无事 又想买股票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你 应该是要坐在轿上 等着市场 重新回来的买盘 来帮你抬轿 你看圆月到现在 融资没有增 但是呢 外资有没有买 有 投信有没有买 有 所以如果说 年后有更多的新资金进来 不管是来自于大股东 来自于大户 来自于其他的法人 甚至来自散户 那外资跟投信 等于已经坐在轿上等了 你不想跟他们一起成为赢家吗 所以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过年前 该卖的卖 该避开的 去年大涨 套到筹码多的 或者是呢 从11月到元月呢 这一波拉抬 但高档爆量的 先前呢 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 我为了不想点名个股 用盖牌的方式提醒你 有一些族群或个股要避开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那些股票 包含呢 有5G的股票 一些网通的 包含一些散热的股票 包含一些光鲜的股票 包含一些PA的股票 包含一些PCB的股票 这些股票 你回过头去想想 现在去看 今天去检查 在过去这一两周 持续创高的多吗 很少 慢慢盘头往下的呢 有 爆量呢 几点的呢 也有 这个就是我们 事先就提醒各位 要避开的 那可以留意的 哪些方向 刚才讲了嘛 1月份以来 投信在买超 最好是刚开始买 所以你可以搭配 持股比率偏低的 来做观察 代表投信才刚开始买 那这些股票 一过完年 进入到2月 等于呢 第一季过一半 刚好呢 投信第一季 要开始拼作战 第二个呢 你可以找低位阶的 位阶低 但是呢 趋势要往上 所以呢 对照台股大盘 现在在年限之下 如果个股 站在同时 季限跟年限之上 代表趋势往上 但是它要有一个 底部形态 不要去追高 这样就安全 再来呢 过年后有什么 可以留意思考的题材方向 MWC 叫做世界通讯大会 一年一度 这个在2月底 跟一些呢 手机相关的 跟一些网通相关的 这些题材 会再次的浮现 高值利润股票 嘎空题材的股票 所以呢 整个方向呢 我们帮大家 规划得很清楚 好 那待会呢 休息回来 我们就要呢 带到个股的部分 哪些个股 是我们持续在留意 观察 甚至呢 布局的焦点方向 待会呢 跟各位进一步分享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 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那过年前很简单 其实策略说穿的就是 要懂得有卖有买 那尊重不同股票的变化 资金灵活运用 是最高指导原则 那所以呢 我们呢 在这几天呢 也有一些个股获利出清 也有一些个股去做减码 那当然就会空出一些资金 那也可以持续呢 再包含剩下的最后一天 明天封关日 随时留意一下 有没有什么好标的呢 进入到合理的价格 那这边呢 例三呢 我们逢高先获利出清了一趟 那这一次 已经呢 我其实也快数不上来 是到底第几次操作例三 你们知道吗 光去年第四季到现在 我记得就已经有两三次的操作 这可能我要翻一下资料 那重点是我要告诉各位 一栏股票 就是要这样子 谁说一定要一路呢 从头到尾 一路报死报老 股票就是要懂得呢 会买会卖 因为现在的局势 就是呢 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会随时出现 所以你千万不要呢 掉入到基本面的一种执着迷思 认为呢 看好的股票不能卖 所以呢 例三因为呢 这一波 我们呢 已经达到呢 初步的获利满足点 所以呢 逢高先获利出清一趟 那当然 因为看好的理由 利基点都还在 将来 随时都还是 有可能会再去做买进 不过 最好啦 最好是股价呢 拉回到一个 比较便宜的买点 我们再来做切入 那另外呢 我们也减码了 易华电 同时呢 也减码了神盾 那这两档个股 都是跟手机有关 也是呢 我年后看好的一个 主要选股的方向 因为今年呢 手机销售量 已经不是重点 会放在呢 新规格的成长 包含呢 屏下指纹辨识 采用呢 光学式指纹辨识IC 那这个部分 神盾呢 会是一个最大受惠者 那另外呢 就是在于呢 这个 COF的封装 取代了原本的COG 那易华电 也会成为 最直接的受惠者 所以这两档个股 其实呢 基本面提材方向 都还是呢 看好 不过我观察这几天呢 筹码稍微有些变化 比较乱了一点 所以呢 持音保态之下 题材在 不过呢 可以先把获利呢 放一部分在口袋里面 那再来呢 从刚刚所讲的一些 可以留意的方向 或题材来说 那我觉得呢 像5G 这里面有很多次族群 其实是今年可以 一直来回来回的做 因为今年呢 整个大概法人圈的共识 最大的交集产业 就是在5G 那5G当中呢 像网通光纤里面 有些呢 已经涨上去 筹码乱 题材反应完的 就应该要先出一趟 但是呢 像重达 现在在盘面当中 我相信很少人在提 那这档个股 其实呢 整个2018 是匹级泰来 因为呢 原本呢 业绩往下掉 股价呢 也修正 那最主要呢 是一些受到订单调整的影响 不过呢 在去年呢 有一点 甩尾 拉尾盘的效应 去年呢 在32G的产品 在第四季开始恢复 出货的动能 所以呢 一口气让12月的营收 反倒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今年呢 持续的看好 所以呢 在股价 经过整理之后 目前呢 包含 形态上面 像是一个三角收敛的突破 那同时从均线来说 好 重达呢 在年线附近呢 整理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刚突破年线 然后股价慢慢的往上 这个代表就是呢 年线之上 趋势是长线多头 那另外呢 整理了一个月 代表的底薪也完成 这个就符合 我们在技术面上面的 选股标准 好 后面放完价回来 就要公布了元月营收 你想想看 第四季的业绩已经开始加温 12月营收又一举创新高 那么这个动能如果呢 延续到元月 1月份的营收 不排除呢 直接再挑战一次历史的新高 那另外呢 武风 工业电脑 本业呢 以Post 点对点销售系统为主 那其实呢 Post现在呢 应用层面了 更广大 像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美食外卖的平台 这个部分呢 它不只是一个 外送的概念 其实现在很多 这些零售的业者呢 都是呢 结合所谓的 线上到线下 透过呢 客户的资料收集 然后呢 到大数据的营端处理之后 能够呢 更强化一些 销售的成长动能 那其实 这个跟客户之间 接触的媒介 就是所谓的Post 它不再只是一个 结账的金流系统 它也能够呢 去掌握到客户的数据 去结合大数据云端 这是呢 新的一个发展的契机 那除此之外 武风其实 早已经也算 算是转型到 博弈概念股 博弈的商机 那除了呢 有透过转投资 俄罗斯海森威的赌场 那么持股呢 25% 那海森威赌场 在2015年年底 开幕之后呢 近两年的营运状况 一直都很好 是持续有赚钱的 所以呢 也打算呢 去做规模的扩建 把它扩大成 目前的三倍大 是整个 综合度假村的概念 那除此之外 在博弈的部分呢 也切入了美国 运动彩券的商机 美国在去年 2018年 最高法院呢 去做了一个 违宪的一个解读 就是呢 把这个地下运材呢 合法化 交由呢 各州去自主决定 是否呢 去推行 这个运动彩券的市场 那根据统计 美国大概一年 这个地下运材 投注的规模 是高达1800亿美元 那因为美国的职业运动 其实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那五峰过去因为呢 就已经耕耘 美国的 这个公益彩券的彩票机 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跟美国有11个州 都有紧密的合作关系 所以未来呢 一旦美国各州 开始陆续呢 投入运材的时候 这个商机是非常庞大的 那所以呢 在最近 公司其实刚 实施完一次库长股 那平均买回的价格 大约在36块4附近 那我们看 目前的五峰的股价 当然是已经来到四字头 不过呢 距离库长股的成本并不远 那公司为什么会在先前 去执行这个库长股买回 我相信必然是对后市呢 有一定的信心 那股价呢 同样的在本周呢 带大量突破年线 那虽然最近呢 碰到年线之后 又再一次回撤 做整理 不过呢 目前这一根大量长红K 中线以上 都算是呢 强势的整理形态 那未来呢 或许在年后 股价呢 还有进一步呢 去做突破表态的空间 那另外其他呢 我们介绍比较久的个股 大家都熟悉了 包含呢 也是呢 来回第三波操作的新能高 那今年新能高 因为呢 受惠于穿戴式装置的需求 所以呢 有订单的成长 那公司本身呢 已经展开扩产 当扩产完毕之后呢 业绩动能将进一步的提高 预估今年的获利 可以比去年成长25% 所以呢 现在的本益比 并不算高 那股价最近呢 大概在50元附近呢 呈现量缩整理 这个随时都有机会呢 突破之后再往上呢 那如果一旦往上 公过前高 将是历史新高 那代表呢 其实它还是一个 上档没有什么压力的 这个主身段的阶段 好 那最后一档呢 是PCP的星星 相关的题材 我想呢 最近哦 市场上比较少人在提 因为呢 手机产业目前是处于相对淡季 可是呢 星星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主要呢 受惠于5G AI跟车用三大领域 那在今年来说 因为呢 星星是5G基地台 基板的龙头商 所以呢 讲到5G 你千万不要忘记它的受惠 因此呢 虽然手机是相对淡季 但是你反而要利用 在第一季淡季的时候去布局 因为后面它还有其他产品线 会驱动成长 所以我们看到呢 先前外资投信都有做买进 那近期呢 持股调节并不多 股价呢 也慢慢又打出了一个底部 那这边呢 三角收敛 也是呢 接近尾声 或许年后呢 都有机会进一步的转强表态 所以我们把以上观察到的一些重点持股 都跟各位去做了追踪 那当然有些个股呢 或许这一两天表现并不是很突出 可是呢 投资不就是这样吗 就是要在呢 别人放弃观察 别人呢 偷懒懈怠的时候 持续保持专注 勤奋努力的呢 用投资的眼光 去看到个股的未来 唯有领先趋势 唯有低档布局 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 波段的开花结果 那威廊老师最擅长的 就是带领大家 反市场心理 在大家不看好的时候 去提早卡位买进一些趋势成长股 如果你想要翻转股市 抢红包 利用这两天 过年前 赶快跟我们联络 欢迎大家跟上脚步 明天见 祝大家操作顺心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1 2 2 3 4 5 5 5